1992年12月催事 再來五十個月家合作 用國外做完事 等一百五十公圈 看六十公圈的大型紅茶堂 一百一順五空為主第一堂 當時的主辦人類 說這是世界最大的一百紅茶堂 1992年12月催事 社會都中間的白皙眼明 房間第一次經過十六天的經營 起訴主嚴端進行 中央審的死刑一個武器堂行 已經武器堂行五十七年 這是蘭國司法書上的紀錄 日後一三年十二月催事 當時美國副總統拜登 為日本到北京訪問 直接向中國國家主席 實際平表達 美國沒有生人中國為政的 黨派香港識別空 當時拜登也讓中國 日本跟南韓要保持冷靜